哎呦,聽說一藍的話呢,就會出現比較多的紅,是真的還假的啊 在這次團隊美真啊,聽說要三星的魅魔之後呢 現在啊,那個LV啊,就是那個黃色的,我都不敢用了 要存夠三個,這樣子應該我就可以有一個三星的魅魔吧 雖然說這次團隊美真已經過了,但是呢,下一次應該還是可以用吧 那個光法那一隊喔 好,那這個是我的第一個,然後呢就出現三個紅色,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而且隱武者又有破防,雖然說其他不怎麼樣 但是,誒,試試看喔 好,這樣子 喔,三紅耶 好,再來隨便選一個喔,來一個蝴蝶好了 然後一樣喔,就選這個 一藍 這個沒有了,第二個就沒有了,好吧 沒有的話呢,我就會隨便弄一個,把它賣掉,100鑽石嘛 再來喔,一藍喔 再來第二個沒有了,沒關係,再來 好,繼續一藍喔 喔,有一個紅色喔 唉唷,還等級提升喔 唉唷 兩紅喔 喔,竟然有個等級提升耶 哇,真的是賺爛了賺爛了 繼續,一藍一藍 喔,我好久沒有等級上升了喔 來喔,最後一次喔,來一個蝴蝶吧 畢竟輔助最常用嘛,然後一樣喔,我們也是喔 一藍拉麵喔,一藍,一藍就好 好,結束了 呃,我覺得差不多吧喔 運氣運氣吧 還是我用的方式不對咧 好吧,賣掉賣掉喔,100鑽,100鑽 再來這一次更新啊,直接送了一隻油精之後呢 相信大家的油精都已經培養到,呃,白色 然後呢,就可以去沾心裡面呢,沾到一心了 我這裡呢,還多沾了一隻喔 那現在呢,有這個冰棚,呃,什麼奇幻劇 這就每天點一次嘛 然後再來是狂蘭奪金 啊對齁,狂蘭奪金的話呢 我現在就是齁,呃,純收益齁,純收益 那這邊的話呢,我選擇的是,呃,命運 然後再來一個,呃,波娥好了 最後一個我選擇粉塵喔 現在的話,公會幣不需要換油精了吧 然後就中間塞一些,呃,什麼這個,能量金塔 齁,這個樣子 啊其他的話呢,就各塞一朵花吧 來一個祝福之拳 啊,反正那個,到別人的地方呢 就直接用竊取就好了 好,我們就不用蓋太多喔 這樣子比較好升級 喔,骰子又加二了 好,這樣就好了 然後入侵的話呢 就隨便吧 好,我們直接竊取就好 OK,所以說呢,狂蘭奪金呢 我的排法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我的隊伍的話呢 也沒什麼特別 哎呦,感謝可可喵鴨幫我這個助手 我覺得還是要放一下助手 雖然說,呃,你可能懶得擺 但是呢,如果說完全沒有擺人的話呢 就直接被人家搶了 那如果說人家看到人的時候呢 誒,說不定有些人,他就懶得搶 然後呢,直接用偷的 所以呢,還是把人擺上去喔 那這裡的話呢,我擺的角色呢 就是上一次喔,把它射到這個全球錦標賽的這個編隊 就隨便射一點點這樣子 OK,那至於網友說 有沒有我現在的這個陣容推薦喔 我覺得可以去B站或者是社群裡面喔 看一下說大家推薦的這個文章喔 呃,為什麼後來比較沒有在推這個陣容呢 因為其實我大部分都是用抄的 然後原本啊,我都可以在10%左右 可是啊,後來就不知不覺一直推步一直推步一直推步 然後就開始變懶了 應該是說自己也偷懶了 然後呢,這個獲得的成就也比較少一點點 再來我們天舞這一次團隊演徵呢 是第27名對,招收團隊演徵的高手 我的傷害呢,在這一次團隊演徵是倒數的 所以說相當的汗嚴啦 所以我在想說這一次產品啊 就把這一個金色的等級給留著 到時候啊,看看下次團本哪一個陣容 會需要用到三星的飾品喔 所以這個的話,我不敢隨便亂用了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然後劍遠徵2應該是可以如期上限 不過呢,也是先三檔測試 然後再上限 所以我覺得離正式上限 應該還有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吧 然後群裡面的秘密聊天室 感謝老司機的幫忙 不過呢,到時候遊戲正式上限的時候呢 還是要回歸遊戲主題喔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